有很多天望天后选择到大陆跨年了 我们看到大陆四大卫视的跨年晚会邀请名单里面 湖南卫视请蔡依林、张韶涵 浙江卫视则是邀请了周杰伦、肖敬腾还有Hebe等等 陈奕迅、林佑佳这次要在江苏卫视现身 东方卫视则有王妃以及莫文蔚来助阵 今年当然大家会想这些跨年晚会 大家都是要拼场的是希望能够吸引观众 而歌手张惠媚在大陆歌唱节目上演出的曲目 直接录制发行了 一张专辑就一首歌而且一鱼两吃 之前徐佳寅也有过这样的模式 似乎也变成了唱片圈的新趋势 改编翻唱经典歌曲 歌唱节目重镜邀请阿妹当评审秀歌猴 每上一首歌都让粉丝经验 不同风格的诠释 不止粉丝想一听再听 就连阿妹也早有打算 把节目上的表演截录下来 像是《墨》和《春天里》这两首歌 阿妹就另外在数位发行 等于是一鱼两吃 上节目顺便录音 而像这样的模式 徐佳寅也有 在《我是歌手》同样是翻唱改编 每唱一首歌反应都很热烈 最后干脆全收录 透过数位发行 把《在我是歌手》的演出 变成数位专辑 也让这样的模式 成了歌坛发片的新趋势 TVB的兄弟王富华 郑影翔 台北报道